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两箱子弹座位见面礼 知道枪与子弹在当时比黄金都值钱 然而在何长公诚心与诚意交谈一下 明大义的王左原文才同意红军入井冈山 因此何长公这次功劳不小 等毛主席等上井冈山后 自然成为井冈山时期 毛主席身边大红人 之后 毛主席就让他去改造井冈山上 王左与原文才所部 可以说 没有谁像何长公那样 受毛主席信任与器重 可井冈山时期 也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灿烂 光彩夺目的一短 后为了增强井冈山战斗力 毛主席让何长公寻找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 当时剩余部队是由陈老总与朱老总领导 在越北转至湘南一带打游击 这也是史上有名的朱毛会师 而这次会师的关键人物 就是何长公从井冈山到韶关 何长公一路千辛万苦 跋山涉水 路上还要躲过国军的特务追查 最终终于到达目的地 在多方打天底下 找到朱老总所部人马 并传达毛主席的诚意邀请 希望可以把两支两合在一起 并且说团 结财是胜利 朱总连声说 谢谢毛同志好意 但是 我军正与敌人作战中 如果贸然撤离前往井冈山 务必损失很大 说等我把敌人打退栽上井冈山 三月下旬 国民党军七个石向湘南地区反扑 为保存革命力量 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同敌人决战 朱得当机立断 做出退出湘南 上井冈山的重要决策 为了表示诚意毛主席 率部在龙市迎接朱总等人 随后在龙江书院去见朱老总 这也是我打莫军历史上光辉的一页 从此 朱 毛的名字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当然 促成这次会师的幕后大功臣何长公 当然贡献也不小 1934年9月 何长公与潘汉年一起到巡乌云门越岭 与南天王陈济堂谈判 双方达成协议 只要红军不停留广州 可以借到 并且还答应赠送枪支弹药 这又是医工 然后像何长公这么有功劳 又是井冈山时期毛主席身边大红人 到了后来却失宠了 据说权因 张国道在两方面军会时候 当时何长公任红九军团政委 受到张国道拉拢 他没有反对也没有拒绝 据说 这是他失宠一个重要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